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在11月23号展开围棋四天的主教团秋季会议 当天上午在主教团三楼小圣堂 由主席李克勉主教主理平日弥撒 李主教在弥撒讲道时说到 如何以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主题 共荣参与和使命来进行这次的主教团秋季会议 共荣是教会团体不断在实行及延续的 司多和主教们为救人灵的使命 这两点都是我们身为天主子民所熟悉的 唯有参与是教会内大家所欠缺的 李克勉主教说 教会最高的决策单位在做决策的时候 各位参与了吗 有的时候连我们主教都觉得 都好像被落下了 所以这一次教宗邀请我们 不只是我们在场的人 或者是我们平常见到的弟兄姐妹们 甚至那边缘的 甚至那没人理的 我们都要去聆听他们 圣神在他们身上做工的地方 其实教会的同道协行这一个角色 常在会议进行 会议的希腊文 Synodo 其实就是共同的道路 我们大家走在共同的道路上面 所以会议就是大家来彼此聆听 对话跟分辨的场域 所以参与就是在一个会议的形式 那圣经上讲什么呢 三五个人聚在一起 因基督的名怎么样 他就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开会前一定要怎么样 呼求圣神 他已经有了一个祈祷文 那个也是教会传统 在集会开始呼求圣神的祈祷文 那只是把它稍微的精简 更符合现代人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集会的时候 也应该常常要聆听什么 天主圣言 所以集会有一个主题 一次不要太多 一个主题或两个主题 就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所以那个主题 一定要选一个相称的圣言 我们一起聆听圣言 我们一定在这个基础上面 来去探讨这个主题 那接下来 教宗也讲了 因为我们大概太喜欢听话 我们不是聆听 我们太喜欢听话 所以大家在会议的时候都不讲话 所以他特别讲了 要勇于发言 要勇于发言 希望在会议的时候 不要在会后发言 会后发言没有办法 我们希望在会中间勇于发言 因为我们诚心希望圣神的触动 让我们在这个会议里面发言 这个发言以后很重要 会议都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叫做什么 记录 那个记录 就是把参与的人 时间 地点 这个一个人 每个人的发言 要点 把它记起来 那这一次的会议 那结束了 就感谢天主 把这个记录 送到 唐区也好 修会团体 送到会院 也可以 或者送到教区 那在唐区 在会院 在这个教区的层级 就需要有一个分辨的小组 大家把这些所有收集到的资料 开始在自己的层级去做反省 我们在这个层级 所收集到的这些 圣神对我们说的话 我们聆听 对话 分辨 再一次的操作 看一下 因为小组会议的地方 只是畅所欲言 在各个的执行面的单位的时候 他就要在这个执行面 做一个分辨 圣神到底对我们这一个层级 要做什么答复 那这些都做好了以后 送到主教团来 那主教团也有一个小组 会做主教团层级的分辨 那原本 这一个分辨 还有所有 从最基层的 所有的资料 通通都要一并送到总秘书出去 也就是 我们这一次 不是为了一个大拜拜做的事 而是 我们要建立一个 聆听圣神的教会 所以换句话说 这是第一次的操练 也可以这么讲 它不是唯一的一次 它是开始的第一次 有一就要有二 有二就要有三 让我们去开始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 新的系统 所以绝对不是只有会议 会议的程序已经存在 只是我们并没有像过去那么大的发挥 那也因此 以后就不要再怪罪教宗 没有听我们的话 他已经邀请了 那如果我们 没有动作 没有至少开一个小小的会议 没有记录上来的话 不要说 你没有参与哦 弥撒后 在范蒂冈驻华使馆 一等秘书达保路盟袭的致辞中 开始了这次的 主教团球技会议